好的,我们今天来学知一个非常可爱的连体衣 使用的工具和配件依然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先说一下工具吧 我们会用这种粗的竹针 它中间有一个连接的管子 这叫环形针 会主要使用这个粗一点的 它是6.5的环形针 大家看 它是主要的用于整体的部分 然后还会用到这个细一点的环形针 跟它是一样的 只是比它细一点 它的号数是4.5的 因为它字印的比较小 所以大家能看见吗 4.5的环形针 还包括钩针 这个对于每个编织的爱好者来说 大家都有的 我这个是3.0的 如果你们有的话 你要是3.5,4.0,4.5的都可以 只要是一个钩针 就可以它一头戴这样一个小钩钩 除了这之外 然后还有缝针 每个编织爱好者都有的 你看我之前的那个 拿掉了 这个是用于缝毛线的 而不是用于缝普通的线的 因为它有非常大的孔洞 咱们这种毛线 从它这个孔洞当中的一穿 就能进来 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有 而且必须的 另外就是这种细的线 细的这种缝衣线 然后还有这个细的针 这个大家都要有的 它是用于缝合一些比较精致的地方 我选了一个孔比较大的 如果你家里有的话 也要准备好 这些都是我们要用到的 各种色彩 因为要缝合这种毛线 它相对来讲 颜色它比较鲜艳 而且它有非常长的绒毛 会把一些缝合的痕迹 密合掉 给它掩盖在这些绒毛里边 所以如果你的毛线 你的这个这种线的色彩啊 如果跟它不一样 也没关系 你比如说我就会用这个色彩来 缝合这件衣服啊 当然了你要有浅粉色浅蓝 或者浅的这个色彩白色都可以啊 只要你不用纯黑色都没关系啊 好了 另外 这个别扣啊 要计划一下啊 每次都要给大家介绍 然后呢 它用的呢 也非常的广泛 它主要用于缝合 预缝啊 就是提前先缝一下 然后呢 方便用我们正常的 正式的那场缝合啊 所以它是起来预缝 以及提示的作用啊 就在一些位置啊 然后分针啊等等啊 分数字 然后让它呢 来作为提示 然后尺子呢 是必须的啊 它呢 一面是尺寸 另一面呢 是厘米 我们要以这一面为主啊 你看厘米 看到了吗 每次我们给大家说 织的高度啊 长度等等 都是以厘米为主的啊 然后剪子呢 是用于剪这个毛线的啊 比如说有一些位置啊 完成了 我们就要把毛线给它剪断 还需要一些这样的扭扣啊 我这因为今天没有带扭扣来 然后我只有这样的几个珍珠的小珠子啊 我就拿这个珠子来带带扭扣 它大小呢 也跟这个扭扣的差不多啊 然后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不用于咱们这件衣服的编织啊 它是用于那种就是带有设计感的各种花纹的啊 毛衣的编细线织的啊 你看它叫弓形针 专门用于编织麻花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一个十针的麻花 那么要先织后边的五针 后织前边的五针 所以前面的五针呢 你就可以套在这个弓形针上 它不会掉针的啊 套上之后按照顺序线之后边的 然后在这前边的 就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一个麻花针 你看它一组是三个啊 大的中的小的都有的 然后这个笔呢 铅笔呢 主要其实用于给大家写一些重要的数字 比如说我起了多少针 像这多少领米 这些呢我都要用这个笔来给大家完成的啊 因为有些 有些地区的学生 不是中文地区 所以听不懂中文 我也就用文字来给大家写啊 如果我写的文字上边是只有数字 没有其他 那么它就是真数 如果我写的数字上啊 除了前面数字后边有一个厘米 那么它就是高度 记住了吗 或者是长度 好了 工具等等 配件等等啊 我们都已经介绍完了 另外呢 这个铅笔还用于我们缝和那个帽子边的时候 把它底在里边啊 然后顺着这么缝下来 我们缝的时候就会整齐花 也都这么宽了 然后 毛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仔细看啊 它是这种在一根固定线的基础上 然后有很多这样的小小的绒毛 看到了吗 绒毛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向 然后它是朝各个方向呢 都可能会展现出来 所以在织的时候 我们将这一部分给它编织到纹理里边之后 那么绒毛呢 就会自由的在整个的织物里边散开 它完成之后呢 就像一件 一件那个 不像一件手工编织的 而更像一块面料 一块布料一样 所以就得益于这种毛线 才形成到我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效果 看到了吧 一般的啊 我们把毛线颜色最多的叫做主线 在这款里边啊 这个颜色是主线 也就是它用的颜色最多 配线是和它相同材质 但是颜色不同 而且数量较少 那么它就是配线 我们基本上啊 上来呢 都要用主线来编织 记住了吗 我们这件连提啊 是首先用主线来编织的 而且大家啊 要从内部给它抠出这个内抽线来织啊 因为这样呢 你的线团不会被弄得满处跑啊 会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要直接从外边 拿这个外边的线就不行了啊 你的线团会满处跑的 好了 这一切都介绍好了 然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 给大家来介绍它的编织方法 首先啊 上来 我们要使这个细针啊 同学们 一共两个两组针啊 一组粗的一组细的 我们用细针来起针啊 起针来织哪一部分呢 来织我们的连提衣的裤腿的部分 也正是它后背的裤腿部分 记住了吗 我们上来还是先起针的啊 一定要用深颜色的线来起针啊 因为浅色线是配线 好了 你看 我就随意的在手上啊 绕了一个结 打了一个结 看到了吗 这就算作是第一针 穿在你的细针上 让它形成一个 可以自由的动的一个针套 看到了吗 它也算是完成了第一针啊 这就是起针的第一针了 然后我们继续啊 看 第二针 看到了吗 就这么简单啊 绕一下 就是第二针了啊 然后 调节它的松紧度啊 让它跟第一针保持一样的松紧 好 看 第三针 第四针 千万不要使劲的拉扯它啊 如果拉的太紧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 在你下一次进针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不容易 看到了吧 好 我们需要一共给它起七针啊 现在已经有四针了 五 六 七针 看到了吗 所有人都是这样起的啊 我们正在完成的是啊 这些连提的 腿片 脚下的这个位置啊 看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也会是七针 七号这七针之后呢 然后我们给它翻过来 大家看啊 要给它翻到 另外一面 翻过来之后 捋你这个 另外一头的这个细针啊 然后上来给它支正针 正针怎样完成的呢 大家看我啊 从这个角度啊 进针 这样拿线 看到了吧 绕一下线 拨出来 推掉刚刚进针的这一针啊 因为已经支过它了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推下就好了啊 下一针继续 进针 绕线 拨出来 进针 绕线 拨出来 注意了 两个竹针之间 不能拉扯的太远 你要让它们两个 挨的很近 如果拉扯远的话 你下一针进针的时候 针套就会被 扯紧了 进针的时候 就会特别的不方便啊 好的 第七针也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给它翻到 另外一侧 拿出你刚刚已经被织光了的 这个针啊 所有的针套都已经没有了 然后我们来给它织 反针啊 反针怎样完成的呢 把针绕在长线的下边 横着进针 依然像刚刚这样 拿线的方式 和拿针的方式啊 是相反的方向绕线 看到了吗 跟刚刚你学的正针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现在是 反针啊 大家看 反针是这样绕线的 看到了吗 也就是 整件衣服啊 我们就学这两个针法 也只用到这两个针法 现在你织的是 反面 所以你就织反针就好了啊 第一行 你织的是正面 织的是正针 只有这两种针法 我们永远都是 正面织正针 反面织反针 这样一织 向上织的 织修了吗 大家看啊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两行 七针完成了两行 正面支离行 反面支离行 对不对 在下一个 视频教程当中呢 我们将教给大家啊 如何换针 怎么样 加针